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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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早安 咱们就讲一声 它们就出现了 这一道哀愁 是什么东西 所以让我们去吃什么 这是你去吃什么 那么在早上的这一堂课呢 主要的内容是词跟悲 这就是慈悲与爱的这样一个主题 打招呼 当时不是 好 三 四 八 三 二 三 在英文通信用上在英文通讯下, 在英文通讯下联itor 原本的学生提供实信rap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是在 Stanford University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在 Stanford University的地方 在高小小专砚当下的学Ś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有一些东西的 所在那些东西,而又做了一点, 就像我一样的过程一样, 所以这样的事情又会进去, 但他们也会进去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了一样的事情, 这样子你可以在这个地上 这种原因是在病毒核心上, 因为你犯了什么原因 刚才在病毒中,因为都不센他 因为你犯了自己的病毒 不是说说,这种原因是 这种病毒 通过 脸ichi investigate' 三分之间的可能 它处理就在这一样 其他的研究渠 explo Americans 把主镇除掉了 imy到这些做法 那么 chauff cryptocurrencies 他们的柜角 Patch� ** toys 算增刷就不是 寻货和那些婴 kind 这样的去除处 删不下去 那么 给 наши武士做法 也有什么状况 dabei teammates fighting 令他们给我们下?? 也有이는黃金都包括 而 可 始终该在来 去使用方式 我们会用这个 amounts 平时我在做这样的一种上课也好 或者说开示讲话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事前都没做些什么准备 我也没这样的习惯 所以还记得去年到了美国的时候 当时还去了五六所大学受邀去演讲 大家也知道在大学里面 你要给一个演讲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我也是蛮也有点担心 但是呢无论如何 我还是没有做什么准备 还记得当时第一所是去了 史丹佛大学 那我还记得最开始说了一些 好像是早安还是类似 总之一些问候语之后 说完之后问候完之后 我脑中也还没有想法要讲些什么 但是呢就是讲一句算一句 讲一句算一句 也就成为一次的这个讲课了 所以从某方面来讲 我自己是对于准备这件事情 我算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一个人 那另一方面有时候我想一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特别去做准备的 总之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但这不代表我很厉害啊 你不用准备都可以讲 不是代表我很厉害 甚至我有时候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去 这个一个缺点 我应该去改变一下的 就是要多做一些准备 但无论如何就变成个习惯了 所以呢 在我的一些课程 或者说讲课分享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比较没有次第性 总之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这样了 大家请你 Naving compassion 你会发现可能比较有点准备 这要求你的虚惊 向性从业中 挺自信 的 我身体的 smth, empathize 自信 不做 rid 自信不出 自信不出 这次早上谈到的主题是慈悲跟关爱 那其实在现在许多的科学家也都发现了 也就是这所谓的关爱或者说这种同理心 怜悯他人同理心一种关怀他人 同时能够了解对方了解其他人的这种心一种同理心 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内心中本具的 而且可以说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了 这一年我们有很多人在这种心存在 或许多的经历都会说 这在来说是造型的。 这说是免贸。 如果我们有大量,我们在说灵啊! 在孩子身上 要求生意 那在他身上 要求生意 在他身上 要求生意 在家中 要求生意 他要求生意 真的强着来一样 永远也没来 不是很明显 它好像被你隐藏在内心深处一样 没有显露出来 是的 因为修改进行为什么 现在有些语言 就如这样 在改进行语言 为修改进行语言 是没有语言 中文的字幕 到魔教里面,中文字幕 是搜寻 在樓棋上搜寻 中文字幕 不如有粉喇 只有可以吗 有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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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读一读 然后我只能读一读 我只能读一读 然后我只能读一读 我只能读一读 举个例子来说 这就好像是我们人类一种跟其他动物不同的能力 是我们有一种语言的能力 我们可以透过一种语言 然后跟别人沟通 这是动物所没有的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人 就好像我们电影有没有泰山 像是泰山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他是从小在一个没有人可以有语言沟通的环境之下 他虽然有身为人的这种语言的能力 但是他因为没有后天环境的人跟他讲话或者学习 所以他的这种语言的能力没有办法展现出来 如果他原来说是哪样的一种语言的人 就好像在自己的语言上 在区别人中以来是我的意味着 然后我们在区别人中以后 自然而言,自然而言,自然而言,以後就是自然而言之為例自然而言, 你生而言之為傍者而言,自然而言,自然而言之所謂的故事, 所以这些科学家也会提到说 因此应该要从小就让这个孩子 至少从在家庭里面就开始做起 就是什么呢 甚至就是至少多讲 这个比如说关爱 慈心 关怀 同理等等 这些用词 这个love这些词 多用的话 就会对这个孩子 从小有一个影响 让他有一个记忆 一种习气 习惯用这个语言 光是这样子多出现 多使用这样的语言 都会对这个小孩子之后 他关爱他人的心 的身体会有帮助 对这个人的心理 有没有 对这个人的心理 对这个人说 是 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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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家人从这方面来尽一样的教会aj 如果他们从这方面来尽管一样的教会 如果他们最后信命,他们也在学问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用词 它叫love and compassion 那首先这个love的部分 如果我们中文翻译是说关爱 像他说关爱的话 这种爱一种关爱之情 在世间上我们也常会用这个词的 那它会用在许多的关系上面 比如说亲子之间的这种爱 或者夫妻之间的 或者朋友之间的友情 还有像师徒之间的这样的各种的关爱之情 你会看到我们其实生活中 世间上你常会用到这样的词 那至于说这个compassion 我们如果翻译成悲心的话 这个悲心是在佛教里面 比较特别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词 那它跟关爱是稍微有些不同的 那他在宣传这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 那它是在我们的感觉 那我们的感觉 那它是我们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 那我们的感觉 呢 那现在我说忙不吃了呀 这位是 但是 这位 这位 这位懂得了都忙不吃了 但是这位 这位的电 这位的电 都懂得了 那里我说 这位是 这位 这位是 这位的电 这位是 那日观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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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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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hari na shah nda ji syangshokh yuha toh nda ji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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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h t i nha nda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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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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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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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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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的一种关爱 很多时候 它也会带随之而来的 就是许多痛苦 所以我们会知道 像是这种爱 这种关爱之后 也会产生许多的痛苦 所以这种 带有苦痛的 这样的一种关爱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爱 我们试着 我们就需要去知道 怎么去转化它 换句话说 我们要学习 要知道说 怎么样将 这样还带着苦痛的 这样的一种爱 转化成为是善的 转化成为是有力量的 或者说它的本质是更好 更亲近更好的 特质更好的 一个一种关爱 当你会生了一年 一年就走在那里 我们就打了心 但确认了 却能卸下我们的 贴护我们的 做的 这几天的 可能是老了 到底 战友 我认识什么呢 我认识什么问题 我认识什么 我认识 我认识个家里 你认识什么吗 我认识的 你认识 你认识的 长起程什么 我认识这回头 我认识атель το 我认识这回头 已经定发纪役 중 全是朝的到处理,这不够的方便还会有问题的问题。 第一个人说,这辈子是因为何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在 这里都会用到这样一个词 一种关爱 这种爱 但我觉得世间的爱跟 我们知道初世间或佛法上的 这样的爱呢 它是不同的 它的差别在于哪里呢 世间的这种爱 它伴随着是有一种战有欲的 那它伴随着是一种 你有一种贪爱 你有一种执着 你有一种不肯放手的感觉在里面 你要占有这一切 但是佛法的或者说 初世间的这种关爱呢 它是一种释放 它是一种给予 它不夹带着各种 想要占有什么 想要抓着什么 不放的感觉是没有的 这种感觉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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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有在乎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爱 或者我们刚刚说叫慈心 这种关爱的心 它真的是一门很深很深的一个学问 甚至是你要花蛮长的时间 值得去学习的 甚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你要去实践 是你可以做的一个修持 而且它有次第 你可以去开展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开展自己这种 没有占有余 没有执着的慈心 关爱之心的人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的 可以慢慢地去修持它 然后让这样的关爱之心 越来越开显出来增长 然后让你以为自己的 看来越来越来越好 也就像一样 但是你会开始 越来越来越来越好 如果在这种程序里面 要不要再无法 得越来越来越好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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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越来越来越越高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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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你会不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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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您们很熟,您们修设应该是很理想, or您能用于盛思设的一旦 您们一切起来一起。您们给您用的生活。 您们用的生活和那么符,您可以用的精彩。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执着很深重的人的话 也就是其实你还是执着于世间的这种贪质或者情质而不想改变 你也不想学习的话呢 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是爱 也没有办法真正懂得什么叫这里所谓的慈心 或者什么是爱 关爱之情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爱 这种关爱之情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不是只有你的事情 它是可以说是跟其他人 跟其他生命的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 总而言之 如果你是想要学习的话 那透过学习 透过修持 你是可以改变你的那种贪质 而让真正的慈爱之心开展出来 本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的 不管留到隔壁房內的隔壁房 Thom 1,8�� Мар turning在隔壁房內嗎? 那我们在 在密乘里面呢 我们会说有一个观想 就是对于这样一个 我们说世俗菩提心 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就是这里指的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会观想它成为一个满月 但是 在达文字幕里面 我们可以说是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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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你们可以说是密研究 那你们可以说是密研究 那我们可以说是密研究 我们可以说是密研究 叫嗯 只要你拿大手 拿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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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手 都可以拿大手 放手 要死 使我们的手 都会说 那个手 天下 我们也好 我们给你安排 这都是时候 为你来自住 让我来自住 那是时候 给你来自住 他們使用這個事實行和投資 這些事實行會成為 如果您可以去打贏 聖書的事情 他們會慢慢來 以經歷程 收藏在新的信息 他們的信息會欠待 所以光是这样的一个满月的景象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满月的景象 它其实本身就对于我们有一种启发的作用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平时我们就像刚刚菩提心也好 或者这里我们说一种关爱之心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所偏思的 或者说有所分别的 换句话说也都是像是初一初二的那个月亮 它都还是很不圆满的 所以换句话说你本来应该有的那种 全然的一种关爱之心 它并没有真正很好的展现出来 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会观想的时候 这个菩提心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偏思的 它也没有缺任何一部分 它是满月 它是一个圆满像十五日的满月一样 光是这幅景象就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本剧的这样一个慈爱之心 它是有着完全的力量的 而且它的光芒是可以完全地展现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学生的重要就是 它是这样的 能够拿出来的 这个手术的其中一个 然后它们在这里 它们在这里 它们在这里 在这里 它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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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出国 fica的人,你只是想通过 但是这些人会因为这些人都想必要 你不是什么人,这些人都爱. 但是这些人会发生了成功, 所以这些人会做了更多的一切 这是因为他会做的一切 所以他会做的成功 所以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代表说 其实我们平时的 比如说亲子之间 你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也好 或者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爱之情 它其实都还是某一部分的 它还是比较小爱 它也并不是一种圆满的 那我们说 当你真的如果能够 对于一个陌生人 或者说对于甚至是 你不喜欢的这个敌人 讨厌的人 你都能够给予你的这种 关爱之心之情的话 这个就称为叫大爱 大爱呢 就是 如果能够给予你的这个敌人 和我们的这种敌人 和我们的这种敌人 做得比较小的 这种敌人 在这种敌人 对于个人里面 这种敌人 但是在佛教里面会谈到的这种 可以说关爱之心 这种利他的慈悲之心 他的原因跟一般世间的 这种要关爱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世间的一般 为什么我们要关爱他人的原因 他比较简单 或者说他比较 这个叫做基础 对不起我讲反了 就是说这个比较 他两者是不同的 世间跟佛教的关爱是不同的 然后佛教里面谈到的这种关爱 他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在他的原因上 他是比较单纯比较基础的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他比较基础的 不小心 它是没人、老大,在人家 病人、企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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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的。 只有说如果这些人不成为了根本的双眼, 但是他们根本不成为了根本的双眼, 而结果他们也在这些事开始。 童童俗语旭旗的刘山 第二四天 所以你们做完 语旨修旗的语旗等 让与规模的声音 扣扣语旗的语旗 登归 在这里的背后的背后 这个背后一个小声 小声发布了 在这儿的背后 我去看着在dade 如果我看着有一个小声 说他用一个小声 Sed因为他这样的背后 会这样的背后 他们这样的背后 这样的背后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你可以称他为佛教吧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从人 从一个生命 从根本上来讲的这种 悲心生起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从一个基础面上 或者说我们大家 所有生命 共同的一个基础上来看的 而生起的 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都想要离苦得乐 任何生命都是有 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 而我们先从自己来想起的话 我自己 我们会想要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同样你再看看 放眼周围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也都跟我们一样 想要离开痛苦 跟得到快乐 那么所以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应该要去 关爱其他生命的这个原因 那有时候想一想 就好像我们 为了要避免痛苦 你总是会在一种恐惧当中 我不要遭受很多痛苦 还有有些人是缺乏关爱 或者害怕他失去一些关爱 失去这种感情等等 那也活在这样的一种担忧当中 同样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其他所有生命 也都在遭受着 这样子的一种痛苦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 我们说谈到 悲心升起的一个 我们所有生命 共同想要离苦得乐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 生起悲心的一个原因 明天还没有 我们在毅住身上 看看 人生的 我们要去 温度 我们要在 老子 等一下 人生的 老子 这是 全瓶 这就 voir 如果你忘了一定会的人,你能做出事情呢 所以你都想要真的解释 你会发现你能做出事的一个努力 你会发现你能做出事情的努力 你会发现你的努力 也学习自己的努力 icheachand ee М����� tremend 自然而言 因此,有人会 刺激 但以此这样,вод道反而不呢 因此, dass此话 刺激 或是活动 如果你 刺激 时 误估 Ding我 刺激 kalau是活动 之后,薇肌拿好 只会又済啊 留在他人的身份 直播 在自然的身份 你在整托 吃光了 需要用作的 有些人就任何人 但是他在家裡以後 还仍然做了很多通知 交捐自己的口感 可以不能再作出 而且跟家裡盛意 在家裡的家裡 在家裡的個儿 在家裡的家裡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们会不会去修持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像刚刚谈到的 从一个共同的基础 就是每一个生命 共同都想要离苦得乐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说 的确我们的这种关爱心 是要没有亲疏之分的 那么你会看到 你不会说这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不要对他关爱心 因为他不想离苦得乐 或者说他没有苦乐的感受 你知道这句话就已经是不合理的 是不会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共同生命 都想要离苦得乐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是要可以说 共同普遍大爱的心 去对所有的生命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实际上也的确你会发现 有一些生命 有一些人 他跟你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一样 比较紧密 可能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某一位师长 你会看到你对他的这种关爱之情 他比较深 他更加的一个紧密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 就是你会不会羞耻 有没有真正做到羞耻 不然一般的人会觉得这是矛盾的 就是我又要有这样的无偏思 没有亲疏之分的大爱 然后但好像我又会针对某些人 有这种关爱之情 不会羞耻的人就会觉得 这个会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但是对于一个你会观修的 会羞耻的人来讲 其实你会发觉 你这时候对于某些人的 特别的那种关爱之情 其实他有时候还会更帮助你 生起或者加深对众生的 普遍的关爱 大爱反而会更加的加深的 所以重点都在于说 会不会羞耻 但不会羞的人来讲 这两者就会觉得有一点矛盾 这一方做的 这一方说 这回事 似乎我们不会再讲 这一方说 就是这一方说 自中国人从哪里 就是那这一方说 这是因为说 要是布教育你 所以说 没关系 你不懂它 这一方说 就好,在中文文化中, 例如要求和故事的片段, 例如有信案, 例如想要求和外缝故事的情感, 例如想要求和解鎌冥观動, 就能讨论这个故事的情感。 就在中文文化中, 例如想要求和解鎌一些情感。 但是,在中文文化中, 能说,"说法", 实际在原文文化中, 例如,要求和自己性感。 在中文文化中, 责任因此, 和一些情感。 仙人也宣佛 仙人是黄色的 仙人是黄色的 那能不及其他人 不及其他人 能不能及其他人 能及其他人 一直因此,你不能及其他人 这些人给他们来说 没有人的 我懂得说 出口的时候 你懂得说 我就要说 他学习 是 我们去 他们说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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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看 我们来说 然後要把手提出 不是你你 cáガ什麼 把手提宴 把手提供出來 但是對石頭提供出來 把手提供出來 想起來 甘! 貝價 垂天 我們會用慶祝你的手作泉 很多也是你嘗試對手的時間 來看你這是什麼事 也很想爛 不想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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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想爛 你真是可以 那這是你的 我以為你愛心 她們身在那邊以前是我的啊 在那裡我會知道 這個選擇很正常 在上也說 她們要先贏 她們要先贏 在这些工作中,我们是用到来自遇到他们的找到 在我们中间 应该可以在家里面使用 为了使用 但是在家里面 用一个 一种一种 出生意 但我们还可以在家里面 然后大家注意到 在家里面和家里面的东西 所以说 我认为他先做一些语言的语言 但是我认为他先做一些语言 他先做一些语言 我认为他没有语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生世世过去生当中等等 佛陀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些可以说爱情故事吧 love story是有的 就像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 就是在佛陀成佛的那一生 我们叫做最后有记 就是他轮回的最后一生 要成佛的这一生当中 我们说经典说 本身传 他的佛陀本身传里面就有提到呢 他有记载有的说是有两个太太 但一般来说是只有一位这个太太的 而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这一位太太跟他的这个因缘 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佛经里面甚至提到说 他们甚至是生生世世 大概有几万年几亿年吧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 可能是一种愿力吧 就是他的太太都发愿说 这个他要长随这个佛的 可以说是夫妻长随在他身边 那其实透过佛的这个故事 也在告诉我们 他也是人 我们很多时候也就会生命中 会有一些跟你因缘特别深的人 就是都会这样子的 就好像从佛法角度来说 我们祈愿委里面不是也有祈愿说 你发愿生生世世不离某位上师吗 或者不离根本上师等等 或者你看像观音菩萨好了 观音菩萨他曾经也发了愿 他说只要他成佛的时候 这个他就跟阿弥陀佛是永远不离的 所以阿弥陀佛会成为他的这个顶言 就是他不离 他的上师他不离 这个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所以讲回到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说我们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的悲心 我刚刚说关爱之情 这样的心是要平等的 是要广大的 是无偏思的对待一切的众生 但是同样每个人自己一生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 特别跟你有这个身后业缘的一些人呢 所以这里就是羞耻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你要能够不相违背的 能够两者都圆容的做到 那就是要求人家的身体 可以去那里面 叫在那里面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要求人家的身体 那个东西 在这里面 也要求人家的身体 是要求人家的身体 只能做计划 Heavenly Father, 能作成 看成 探柔 这些人也能做到 Angular 之后, セット 实施 关 并肯定 有特色, 适用 相 调 相 调 对 有特色 如果 知道,这样, 然后, 身 调 就要去 主要、 甚 调 相 调 相 调 相 调 的 相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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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好 所以当然说起来容易 要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圆容 但是它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 你真的需要更多加的去文思 去学习什么叫做这样的一种悲心 或者是关爱之情 而且你要真的试着去实践去做到 不然其实口头上会说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一般世间上 一般我们说都自然都有亲疏之分 甚至你只要一谈到很强烈的亲疏之分 所以甚至提到说 要关爱你的亲人的那个当下 你投入这样的感情的时候 其实你很自然就升起了 要去仇视那些敌人 或者说仇视非亲人的那些人 这是很自然会一种状态 所以的确要做到这样的圆容 它是不容易的 但是还是要改变 我们还是要透过文思甚至修持去学习 不然的话 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爱 它只会造成你更多的痛苦 在我们身边吃着 请在罢子上 心中的爱 这里是这样的 我们是没有学习的 每天都会说 但是我认识了 我们是没有学习简臨的 我们是没有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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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不能再看得到 三岁之间的 但能不能再看得到 如果能确实 不让人已经 下车住了 他们会说 因为下车存在 这能不能再看得到 不过这次 应该是 这样的 他好像同的一天后帮你 tej了 他觉得 他在那个存在借 %. 它知道现在会不会强 有一天没有说 对到了 然后有什么良 lien 就是他们自然有关 生活在 mentor voluntary呢 可以找到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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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lucky to diev school 假чи作一房 。在煙煙和救人 你也能找到 不是每个人都是类似的 但是这是人人人的 这边有出移动的 多地方有 theres多地方 有多一个好处 多有多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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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有多感应 如果还不一样 这边还需要 所以刚刚这一段呢 算是这个解释过了这个love的部分 也就是这里说所谓的慈心也好 或者说这里的爱 关爱之心 接下来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悲心 谈到这个悲心的时候呢 它就不只是一种怜悯 或者说就是一种同情 好像我知道你的状况 然后升起怜悯跟同情之心 并不是的 真正的一种悲心呢 它是指说其实你真实地体会到 被你升起悲心的对象 还有你自己两者是没有差别的 这是什么意思 譬如说当你见到这样一个对境的时候 你一升起悲心的那个当下 其实你就已经成为了对方 你就已经全身心的 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困难 他的痛苦 你可以说你是完全地直接地感受到 对方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 所以比起这个第一个讲到的love 或者说慈心 关爱之心 悲心它需要你更多的一种投入 相对它的力量也更加的强大 总之它需要你更多的投入 它更全面 它也更直接 和谱吉那 Richards 是的 我们现在安慰心的 能够进行 用 доступ的 用方式 这方面 希望人能超越越了 他们不能因为钱 有很多死亡 因为是 所以 你再当贪之所以 才能给你 其中 Além 然后 最后 在利息 而 不 我 至于学会化,世界没有 到 collections的中文,不得和我们的STATE 而 governments有大量的位置 现在行的文化,我们要在我们的教育城前有节目 在我们的中文中有 Half a Life 在这一征的教育中时是在中文中的地方 要在翻译中的中文中有很多的地方 这在这一票中文中一直在 本来 说来我们在我们的手中文中有多的人 我们就在做一个社会上的社会上中国的社会上与你的社会上的社会上更多的社会上的社会进行人 在理解的时候,为挡东西 interest一个掌乱的复杂 是种别的一个再提到 必须生意未有的 容量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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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 khi jsou, 帶他在, 吃下了, 吃下, 你就 哇, 吃下了 吃下來了 vizek the 吃下 叫生, 吃下了 吃下了 我給你吃下了 coal有盡的東西 都給了 吃下了 還有 才能吃下了 他會的 假,他要問 這麼多 做了 做了一剪 他要找 做了 吃下了 Ciao 那些叫做打手,口袋一下,快樂一下 那些叫做打手, 自己叫做打手 那些叫做打手, 咱咋了,咱咋了吃,咱咋了吃 那些叫做打手, 咱咋了吃 那些仙咋, 就是它 我們怎麼做得到,都能取消 不得到了 是否有证实 因为 所要求 保持上的东西 因为 但是有证实,操作 让一封立 不会有证实 但如果是否有证实, 但我觉得 有证实实 因为 无论 酷箱uki, 把银机 提到 如果让家里有了 glaub你 会否 会否受 机会 以后 使用苏器 晠奇妙 别证实 他们遇到一向来的痕迹 他们便会有这样的痕迹 外面的痕迹 有这样的痕迹 在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这里有痕迹后 在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都会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这些痕迹 痕迹前期间的痕迹 就是想著良心。 生活在罪醫院, 隱寒有的事情, irsin之Of. 若有關係, 人心自然不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 许多的这些菩萨们或者说祖师们 他们都做这种悲心的一种观修 那很重要的一点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里面 这种悲心的观修它已经超越了这种自他了 它已经没有这种我在这里 他在那里的这样的二元的一种相对的对立的关系是没有 他们完全成为是一体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大悲心的一种力量呢 所以这样的过去一个菩萨也好 这些观修悲心的大师们也好 他不仅仅是能够在心理层面上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他甚至在身体上他还可以领受那样一个痛苦的生命 他的痛苦他能够承担过来 所以各位应该听过像噶当派里面 许多善知识的一些故事 或者他没有修持叫自他交换 这样的一些修持方法 举例来说 在过去有一位噶当派的这个善知识大师 他在法座上正在讲法的时候 那他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所以在村子他可以看到外面呢 村子里面刚好有一只狗跑过去 结果那只狗呢就被可能村民吧 就丢了石头 就刚好打到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大师 他坐在法座上的时候 他也这样子痛了 他也按住他的那里 然后也感受到很痛 他不是在演戏哦 你知道并不是装着 好像感受到什么 或者也不是 我们说唱歌会要对嘴哦 演唱会 他也不是你知道 他不是在假装在演戏 因为后来呢 就真的看到那只狗的那个伤口 在大师的身上 也同样出现那个印子吧 狗是没问题 狗没印子 大师有 狗没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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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狗后来 没有太伤的严重 反而是大师自己身上 留下了那样一个 被石头丢到的 砸到的那样一个伤口 所以知道他不是装的 那还有过去在这个 扎西伦布寺里面 也是有一位很出名的大师 但记不起他的名字 曾经有一度呢 他那个村子里面 也是在流行这个瘟疫 那那一段时间 这个大师他就算没出去 但他自己也能够 也因此而感得这样的病痛了 所以可以看到 过去这些大师 在修这样的一个 观修悲心的时候 他不是就是 心理层面上的 感受对方的痛苦 而是真的他悲心 不断地去练习之后 力量会越来越大 这种悲心的修持 力量越来越大 甚至自己的生理上 身体上也一部分 能够承担 对方的这种痛苦 所以讲回来都是说 这个悲心 他的力量